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有30年了 那么作为一个绿色生活的践行者 所以呢我每天无论是出差还是在京 我都自己带自己的水杯子 但是我今天呢也产生了不少的垃圾 因为今天晚上呢这个吃饭是订的盒饭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些垃圾 一次性的用品 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叫 临币如何来解决由此产生的困境 和刚才四位老师不一样 有人讲保护动物 有人说如何是救治病人 还有人如何去养老 那么刚才呢陈老师跟我们说 如何去和病魔和这样的疾病作斗争 通过抗生素的发明和应用 那对我来说 我讲的是临币的困境 我们如何走出 临币也许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 还是一个陌生词 像广渠门中学的这位女生 您以前听说过临币吗 没有 有多少个在座的各位听说过临币这个词 临币是什么呢 临币是五个英文单词的 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的一个缩写 那么它实际上是阴语 英文叫宁币 所以呢有人中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 叫临币 临币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生活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产生一下垃圾 而垃圾的处理 通过堆填 卫生填埋 和焚烧 大概的三种方式 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有人发现芬兰的三座垃圾焚炉里的飞灰里面 出现了二个英 二个英是一种致癌物质 所以公众就担心 垃圾的焚烧 可能会产生致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 损害公众的健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国家就掀起了一场运动 抵制垃圾焚烧装置的建设 1980年 有一个叫Emily的英国女士 她在基督教科学真言报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危险的废弃屋》 那么她用了这么一个Ninby 这么一个词来描述 Not in my backyard 不要在我家附近建设 像垃圾焚烧装置的这么一种现象 为什么出现Ninby这样的一个抵制垃圾焚烧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呢 首先 大家觉得垃圾的焚烧可能会产生污染 而污染呢会损害公众的健康 更重要的是公众觉得一个城市的垃圾 为什么不在你家附近来处理 非要拉到我们家附近 所以心理上有很多的不平衡 于是西方国家80年代开始兴起的这场运动 导致在国外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垃圾焚烧处理的这么一个停滞期 那么到了现在 垃圾到底如何处理呢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的摸索和发展 那么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 垃圾焚烧发电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高效的 而且无害化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 比如我们来看看这组数据 在这里面说 全世界目前正在运行的垃圾焚烧装置 大概超过两千多座 那么这些装置绝大多数都在发达国家 再看这张图表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数据 那么在日本 有超过三百座的这样的垃圾焚烧装置 为周围的居民提供热水 和为我们的家庭和生产呢 提供源云不断的这样的电力 在法国的巴黎 大家不仅建设了 在城市中心建立了垃圾焚烧装置 而且这些建在城中心的装置 一 可以更方便地收集垃圾 而且可以更高效地 为垃圾焚烧装置周边的居民提供 可持续的热水的供应 那这个装置呢 就在撒纳河边 远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埃芬尔铁塔 那么大家之所以接受这么一个装置 而不是说让这个装置远离我的家 因为它提供了 一 无害化的处置 二 高效的能源的供应 三 让大家也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 一个利用热水的这么一种选择 那么这张图 从另外一个角度跟我们解释了 在欧盟的27个国家里面 不同国家 它的垃圾的三种处理方式的比例 比如通常来说 有三种处理方式 第一 资源的循环在利用 第二 垃圾的卫生填埋 三 垃圾的这种焚烧发电 那么通过这张图 我们可以分析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比如欧盟国家 经济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国家 那么它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是填埋 如果看看中间的这个数据 你会发现 从芬兰开始 到匈牙利这个阶段 这里面垃圾焚烧和填埋 大概各占了一定的比例 而且如果到了芬兰 往右边的这几个国家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将近50%是资源的循环在利用 而另外的40%左右呢 就是垃圾的焚烧发电 剩下的极少部分属于填埋的范围 大家都担心 说垃圾的焚烧发电或者焚烧 会产生二因这样的污染物质 公众对于这个物质的担忧 同时公众的这样的抵抗的 这样的社会运动 从某种意义来说 推动着更严格的环境法律的推出 以及环境标准的提高 还有技术的进步 以及工艺的改进 比如大家看1990年到2000年间 德国二因的一个原分析的解析 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 明显的这么一个证据 比如在1990年 全德国一年产生大概1200克的二因 在1200克的二因里面 来自于垃圾焚烧的这样的来源 大概占了33%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标准的提高 那么到2000年 整个德国的二因的排放量下降到了70克 低于70克 而在低于70克的总排放年排放量里面 来自于垃圾焚烧装置的排放 只占了大概0.7% 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比例 那么来自于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工程学院的刘洋生老师 他曾经做了长期的跟踪的研究 在他看来 迄今为止全世界 还没有一个有二因致癌的流行病学的这样的病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现代的符合标准的 在2000年以来 或者说90年95年以后 新建的这些垃圾焚烧装置 都能够符合环保的要求和无害化的要求 但是公众对于建设这样的项目 依然充满了担忧和疑虑 尤其在发展的那种国家和地区更是这样 比如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时候 在我们国家的台湾的台北 在兴建垃圾焚烧装置的时候 就出现了市民的这样的一个反对的这样一种活动 为此在建设的过程中 除了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决策以外 在垃圾焚烧装置的建设过程中 通过建立环境保护 环境教育的一些设施 通过建立一些个 为公众能够接触和 能够进入到这些设施 享受社会福利的这样的服务的设施 来适宜解惑 同时也能够通过给公众提供这样的社会便利 打消公众的顾虑 大家看这是在台北建的北头和内湖的垃圾焚烧场 左边有一个教室 这是所有的三个垃圾焚烧装置里面 标配的环境教育的功能 第二下面有一个游泳池 这游泳池为周边的居民和周边的中小学 提供免费的游泳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右边是一个旋转的餐厅 它的位置是建立在烟囱的顶部 某种意义来说 如果烟囱里面有污染物质超标排放的话 这个地点应该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 而事实上排放是达标的 这个餐厅 大家在这用餐 休息 观景 都可以不用去担心 因为没有安全的这样的隐患 那么下面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中国的 一个垃圾焚烧场的一个故事 我们中国是个后发的一个国家 现在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但是很遗憾 有关垃圾焚烧发电装置的这样的知识 大多还停留在上二世纪的八十年代 所以一提到垃圾焚烧发电 大家想到第一个词就是二恶音 而后大家想到的就是垃圾的那个臭气熏天的味道 以及大家觉得垃圾焚烧场不安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一些个在决策的时候 在选址的时候 没有充分的和周边公众进行沟通的这样的现象的存在 所以在某些地区就出现了垃圾焚烧装置 一戒就闹 一闹就停这样的现象 2014年的4月份 在杭州的渔杭区的中泰街道 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公众反对 在当地建设垃圾焚烧装置的这么一个群体事件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这些人阻碍垃圾车的 阻碍建设方的进入 而且他们静坐在高速公路上堵塞了交通 严重了影响当地的社会经济的这么一个正常的运转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在某些地方遇到这样的棘手的事件 那么宣布项目叫停 但是杭州他并没有宣布这个项目叫停 而是组织了82批数千人的参观团 到周边已经建好的这样垃圾焚烧发电厂 实地的参观 因为反对者几乎没有任何人去见识过 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个什么样子 他过去得到的都是陈旧的 过时的这样的知识 所以通过实地的参观 大家树立了信心 了解了这样的知识 也知道了在我们中国的市场上 有哪些个厂家能够是有信誉 有经验 有能力 可以去运转一个高标准的 没有污染物排放的 而且可以为社会提供垃圾处理服务的这样的优秀企业 经过这么一个参观的过程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重新进行了欢迎想评价 进行了风险社会的评估 最终在2015年的4月份 这个项目正式地破土动工 那么它的位置就选择在中泰街道 九峰山下的一个废弃的一个矿坑里面开始 经过两年多的兴建 那么我们发现去年这个工厂已经建成了 那么6月份建成 经过不断的一个调试 到去年的11月份正式地投产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7月份去实地调查的时候 拍的一些照片 左边看着这张照片 不亚于一个星级的酒店 非常的干净 那么中间呢 是它的一个终端的一个控制室 在这里面几个工人能够控制 这个日处理3000吨生活垃圾的一个工厂的运转 他们有在线的监控设备 有数个这样的探头 可以了解整个生产的一个过程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所知道的 这些个环境监测的数据 生产的重要的一些个 这个安全和生产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都可以通过互联网 在工厂外面数字的 巨大的LED屏 或者通过互联网 让公众可以通过移动终端 通过手机 可以了解到这个工厂生产的状况 和污染物的排放的情况 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让公众能够了解这个企业 是否能够达标排放 能不能达标排放 以及出了问题 如何向有关的监管部门进行反应 在右边 大家看这张照片 是这个地方的环境宣传的一个廊道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环境教育的 很好的场所 再看左下方那张照片 这是垃圾焚烧场的二楼的天台 其实也是一个喝咖啡喝茶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坐着 你闻不到任何的传统的 大家想象的那种垃圾的 沉浮的恶臭 因为它用了现代化的负压的装置 让垃圾在焚烧过程中 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味道 都不排放到外溢到 这个厂区的这样的生产车间以外 除了大家看到的一个 这个现代化的一个装置的正常运行 那么我们还了解到 当地的政府 通过政策的创新 让来自于中泰街道以外的 城区的垃圾 运到这儿来处理 要给当地提交一笔 跨区的垃圾处理费 每吨些数块钱 那这样子 中泰街道每年就有大概 几千万的这样一个收入 用这个收入干什么呢 修道路 建设更好的医院 养老的装置 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设施 比如这是我拍下来的 中泰街道第二批 为民服务的实施工程 那么大家知道 公共的建设需要资金 资金的来源从何而来呢 那么对于中泰街道来说 这么一个高标准绿色的工厂的落地 也为他们解决了长久的 公共服务不足的 资源不足的这么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 我们发现附近 离垃圾焚烧场最近的是一所中学 当然这里看不到像你们这样的学生 因为这个中学已经关闭了 因为中学生来源太少 所以大家都集中到另外一地方上学 这个学校已经废弃了 但是当我们两年前去的时候 发现有人利用这个学校的遗址 在建设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酒店 叫布鲁克项目 大家想一想 如果离垃圾焚烧场只有四五百米 最近的这样一个校园 如果大家对垃圾焚烧场的排放 没有信心的话 干嘛要选择这个地方建一个这么有特色的酒店 换句话说 正是因为投资者对于这个企业的信心 对于监管的信心 所以他们才在这里选择 这里建立一个高标准的一个旅游服务的设施 那么垃圾 不像刚才他们讲的这样的内容 有时候我们都讨厌它 Not in my backyard 如果用最通俗的中文来说 就是垃圾离我远远的 然而垃圾产生者又来自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 比如按照世界银行刚刚公布的一个报告 全世界现在有74亿人到75亿人 2016年的数据 每个人平均产生0.74千克的垃圾 全世界有20亿吨的垃圾每年产生 那我们北京呢 北京有2200万常住人口 北京人因为生活水平在提高 现在我们的人均的垃圾产生量 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 大概0.83千克左右 而且按照规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能人均垃圾的产生量还会增多 这样子每天 现在大概有1.83万吨的垃圾产生 如果我们用2.5吨的卡车 把这垃圾都装在车上的话 那么这些车排起来围成一圈 正好可以绕三环路一圈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当然 刚才大家听完我的话说 好 我们建设更多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其实垃圾焚烧发电厂 确实高效 减量 而且资源再生 因为垃圾的焚烧发电以后 它留下的 它的垃圾的重量和填埋 大概减少了90%的体积 重量减少了80% 但是它很贵 它会花很多的钱 那么有没有更便利的条件 更可持续的方法呢 我觉得 其实我们首先要不产生垃圾 比如像我们今天 这个所在的剧场 它曾经是一个印刷厂 那么它已经搬走了 按照过去的逻辑 它搬走了 工厂怎么能用作剧场呢 所以要把它推倒 然后用更多的钢铁 水泥 玻璃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剧场 而且 推倒一个旧建筑 建设一个新建筑 会产生更多的GDP 然而 这里没有 它只是把内部做了一个改装 做了一个环境无害化的处理 做了一些适当的一个修饰 然而它具有了新的功能 所以某种意义来说 这样的一种新的功能的一种定位 它实际上是我们未来的 新的发展观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这样就不产生建筑垃圾 也不用去耗费更多的铁矿石 去耗费更多的钢铁 更多的玻璃 更多的水泥 和更多更多的电力等等 所以 不产生垃圾 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佳的途径 第二 产生的垃圾怎么办呢 应该首先要垃圾分类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这个过程中 垃圾分类 是最高效率的 使资源能够更高效的利用 其实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提倡 能够让一件物品 能够有更长时间的使用的寿命 比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经常挂在嘴边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 又三年 因为物的使用的长期化 就是资源浪费的最小化 那我这里带了一个小小的布包 这个布包呢 是我的百宝囊 每天伴随着我 里面有我的手机 有手机的药 手机 车钥匙 U盘 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那么前面的同学看得清楚 你们说这个包大概用了多久了 三年 你说呢 八年 后面有没有参与猜一下的 十年 这个包是1995年的一个包 那拿着这个包首先很安全 因为别人可能看不出一个布包能装什么东西呢 而且很方便 使用很方便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这一个包在过去23年的过程中 它代替了多少个一次性的塑料制品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 我们能够让一个物品的寿命 能够不断地延伸 是最大的环保 所以节约 在十八大的党的报告里面 确定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三个优先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节约为先 所以节约就是环保 节约就是少产生垃圾 当然 如果我们最终产生了垃圾怎么办 所以我们还要通过无害化的处理 让垃圾 不会给我们的公众健康带来威胁 而且也减少垃圾在处理过程中 所产生的二次污染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未来我们面对垃圾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我们应该实现节约 以及我们不断地这样提高效率 带来的减量化 而垃圾的焚烧 是我们整个垃圾处理政策的一个补充 那么在我即将结束 我和大家在分享的时候 我想提出 解决临币的困境 我们需要德先生 所谓的德先生就是民主 既然建设垃圾焚烧场 公众有这么多疑虑 所以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 应该开放式的决策 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让大家表达意见 完善我们的政策建议 第二一点 如果我们在这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有科学的精镇 需要赛先生 因为垃圾的处理 它和技术和工艺和科技 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通过赛先生的参与 让我们可以理性地去处理 未来我们人类面临的各种的挑战 第三我们需要劳先生 所谓的劳先生就是法治 我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们应该依法有序地表达 然而更重要的是 处理环境这样的公共问题 我们需要政府来主导 我们希望企业能够扮演主角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都应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实现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避水户暗 渔翔潜底 以及田园风光 这样的一些美丽的景色 而这些个所描述的内容 和我们的小康社会 是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最后我感谢大家耐心 听我来和大家的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